都说时代不同,境遇不同 作为德云社的少东家 从一出生,他就成了德云社众人的团宠 被父母捧在手心 被哥哥郭麒麟宠着长大 小小年纪就败事于先 可谓是妥妥的人生名家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郭家二少郭芬阳 2015年,42岁的郭德纲中年得子 并给这个孩子取名为郭芬阳 对这个新近的家庭成员郭德纲喜出望外 而比他还高兴的救赎德云社的少班主郭麒麟了 但起初妻子王慧并没有要孩子的想法 一是害怕年少的郭麒麟受到伤害 二是当年郭德纲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不想让他分心 所以干脆就不要孩子 直到郭麒麟提出想要个妹妹的时候 王慧才放下心里的包袱 在39岁的年纪产下郭芬阳 不过同父不同命 和他相比哥哥郭麒麟的童年可以说 时时分暗淡 四岁那年父母离婚 忙于事业的郭德纲 把他送到了爷爷奶奶家里 在郭麒麟的印象中 对父母的记忆有为模糊 等他六岁时 郭德纲才又重新出现在他面前 而面对突然回家的父亲 郭麒麟害怕地躲在奶奶的身后 还没完全和父亲熟络 就接受了后妈王慧 后来十四岁的他选择辍学 说向上 那段最南亚的日子 他都亲身经历了 可郭芬阳出生时 哥云社已经大火 父亲郭德纲也成了圈内 数一数二的大佬 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 在今年的情人节当天 郭德纲在微博上 罕见地晒出了两个儿子的合照 其中让人不免惊叹地 摸过于郭芬阳手上的镯子了 据了解 郭芬阳手上戴的手镯 是某高端品牌 售价均在五万左右 而郭芬阳对自己朋友 也十分大方 和他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中 只要谁的玩具坏了 他就会大方说着 没有了什么 让我爸给你买呀 如此可见 郭芬阳过得有多么豪气了 除此之外 这个新生的小家伙 更是受到了 德纲社众人的亲朋 从大师兄张云雷 再到新晋出道的小角色 只要郭芬阳来到后台 那总会有一群人 哄他玩逗他乐 就这样宠着宠着 渐渐地 郭芬阳就有了 德纲社小霸王的称号 甚至就连一向不够言笑 威严持重的郭德纲 对他都是溺爱有加 熟悉郭德纲的观众 都知道 他对舞台的表演 非常严格 连穿什么颜色的服装 都要细条甚选 但只要是郭芬阳出来 郭德纲就会打断演出 抱起他 跟观众互动 有不少网友调侃 这要是郭契林出来 估计早就挨骂了 也许是环境不同 导致了郭德纲 对两个儿子的教育 有着大相径庭 那在这样的环境下 郭芬阳都干了哪些 怕你事呢 有一次 刚拉完臭臭的郭芬阳 竟招护着不远处的舅舅 来把他吃了 之后郭芬阳又对父亲说着 要离家出走 而起因竟是因为看了电视剧 都挺好中的苏大强 当然 童言无忌 没干过点叛逆的事 不过 像郭芬阳这样的天真鬼嘛 也让人捉摸不透 思维 难怪被郭德纲说 他以后说相声 会是个祸害了 而除了德纲众人以及父母外 还有一个人 更是郭芬阳 把当成宝贝来宠 时刻把他捧在手心里 不管去哪儿 只要能带上 就一定会带着 这个人就是郭芬阳 都说长兄如父 在相差19岁的年龄下 郭芬阳对这个弟弟 尽是溺爱 还说道 你尽情地出去惹话吧 哥哥都帮你兜着 这样的兄弟情 不禁让人羡慕 如今郭芬阳已经五岁 虽然年龄不大 但毕竟名分在那摆着 不少人猜测 德纲绍未来的接班人 到底是郭芬阳 还是郭芬阳 如今郭芬阳已经20多来岁 不论是说相声 还是在影视圈 郭芬阳都已经攒足了资本 前辈又不苟言笑的相声风格 一上综艺就呼声颇高 不仅年轻有度 而且少年英才 对比天真鬼马的郭芬阳 他好像更上一筹 而且郭芬阳也是这个弟弟 情同手足 与情余力留给郭芬阳 都是名声言顺 还有一点就是 郭德纲对于大儿子 还是比较支持的 只是这种支持 没有放在明面上 郭芬阳的搭档是颜鹤祥 颜鹤祥是德纲社 为数不多的宝藏捧根 把他排在第三 毫不为过 将这么好的一个捧根 放在儿子身边 不就是想让儿子 有更好的发挥吗 同时 郭德纲还特意把 少班主的名字 改成了郭芬阳 单从名字看 就足见郭德纲 给予的厚望 芬阳是中国传统的瑞兽 也遇着才能杰出 德才兼备 而郭德纲对这个小儿子 除了宠爱外 就没有那么多的期许了 在一次采访时 郭德纲曾说 自己并不想让郭芬阳 说丧少 儿孙自有儿孙福 到后来干什么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这样来看的话 德纲社未来的接班人 就是郭芊廷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 网传德纲社有99%的股份 大概10亿的资产 都被郭芬阳的亲妈 王慧掌管 那对郭德纲的做法 王慧会不会反驳呢 在我看来 王慧肯定是支持 郭德纲的想法 首先 他对郭德纲是给族的信任 在其一群二百亿时 嫁给他 并且卖车 要支持郭德纲的事业 而且 郭德纲既然不让小儿子 进入相声行业 那就意味着 他已经给郭芬阳 找了其他的发展道路 说相声的苦 只有行为人生之 当初让郭芊廷说相声 他就非常后悔 凭借郭德纲在娱乐圈的人脉 让小儿子进去娱乐圈 也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单凭这两点 王慧是不会反驳的 当然 这只是小编的猜测 将来不管责任事 谁来继承 相信都会继承 郭德纲的艺术理念 把非主流相声 发扬光大 而不是像某类型一样 高台教化 一味地强调教育意义 却有强加 章业元素的艺术 好了 解说就到这里 不知道你们有何见解